二輪騎士的讀者 你們好 我是Yan Bean 剛剛拿到P牌 大概一個月左右 現在開著Yamaha的R3 首先是它的顏色很吸引 它的外型很吸引 所以想試試這架Scrambler的62 剛好到家庭那邊 想找我試試這架Scrambler62的新車 這架62其實也想找一些女生試試 看看適不適合她們 還有一些比較新牌的女生試試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都很害怕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開車的經驗 始終都是只有自己一架車的經驗 一開始上到這架車的時候 其實最擔心就是腳 因為腳不太觸碰地 和我平時駕開的車 所以最擔心是這一樣 其餘都可以的 一開始第一個燈位的時候有的 所以我都蹲直了腳 但是到後來發現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 一個到駕駛起上來的時候 一開始給一點點油會有反應的 譬如上斜的時候 給多一點油的話 其實都會很去的 比想像中容易控制 一個 因為坐姿問題 其實重心向前一點 會傾前一點的 比一般的Failing車 所以當轉彎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容易控制 總體來說 其實我覺得這架Scrambler的62 是挺適合一個新手 剛剛P牌的女生駕駛的 音樂 音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